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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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王爺 很激烈 我是王爺 從頭在家家裡的修園 都會有修工程和環境裡面 其實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生活 不像現在的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很廢話 誰都會計劃心情 我父母也撥過 然後每個月得到的報紙 不足以 不能夠支撐我們全家的生活的拍子 因為那是最新的原因 所以媽媽在所有的業務的時間 全部會用於繡花 用那些收穫才填充我們家的便利和不足 所以呢 從小我就經常會聽到媽媽 有一種我們在說 漢秀的歷史有多長 從西漢開始到今天 一定有非常改善 改善相太多人的歷史 然後漢秀在江明看幕書組的 有一個作品中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圖 非常地精美 裡面的世秀一直到現在 我們還在利用這個圖增放 然後在那個墓園出了一件 出發產業 四個科技 到現在 我們現在的公益 還沒有辦法還原到那個人物的重量 也是從面對的友好期 所以做得到環境的影響 然後呢 媽媽和師傅們 精進地教導我們 和外星人的輔導我們 讓我們學會了 太瘦了 這麼激烈 當我和妹妹可以輔助媽媽 去完成一批獸品的時候 得到的獎勵是一塊錢 那個時候的 那種興奮的敬佛 我也嚴重 因為相應前 就可以吃一頓早餐的時候 你想想 一塊錢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 是一點多大的財富 那種興奮 那種高興見 那個人家過去了以後 那種高興的 心情歸於了平靜 生活和那個 經常發的嘴邊那一句話 常常都會再想起 要做一個有思想的修煽 怎麼都是一個有思想的修煽 在修煽之後 我體會了一句成語 思思入寧 一路我們在修煽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思綫打交道 如果思綫得不清楚 我們都發作修復好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思想的詩 只能用去做一個有思想的修良 我們在修了以後 怎麼樣把我們的情感 融入我們的作品中間 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值得我後來慢慢的體會了 師徒給了我們講的這個道理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漢秀在我的心裡 大家有一個深深的孔子 隨著人間的針打 我也成為小女孩 才考慮的修良 當作周邊的姐姐們出嫁的時候 用自己的心情和創作 辦了瘋子的嫁妝 那個時候不太非常有情拍嫁妝 然後一路遭遭地 從兩家搬到國家的時候 我看到了 是這個秀良 這個新娘 她手裡的心情所長 和兩家人的 那一個因此的財富 也是那個女孩 從兩家到國家去的以後 她能夠受到重重的一個程度 和她在國家經濟定位的一種體現 當漆臉 電視臉劇的紅紅紅的熱波 外人的空下 當我們看到演員 穿上我們曾經 親手刺繞過的劇裝 在銀瓶上的產線的時候 那麽的心情 那麽高興 無與人引 一直到今天 說起這一段 我們的心情 都還是激勁的 但是 隨著 時代的進步 科技的發展 稀奇修蛙 逐步逐步 代替了農工 手藝人 用足以定征的手藝人 來養護自己的時候 很多人都轉行了 我也很幸運地 被招工進入了長行 加入了我父親的那個團隊 做了一名傳言 當進當日的那幾年 老大姐們經常會想起師父書的那句話 做一個有思想的修養 慢慢地 在夜宇休假的時間 和夜宇的閒暇時間 用我的重拾繡工 因為這個底線 做了我的修養的夢想 慢慢地 這麼堅持 當我完成一個繡品的時候 我會常常地對著這個繡品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的去看它 大家都說 我去看畫的時候 分語字符話 對話 有的時候 我真的是這個繡品 首路做出的蹤跡 真的是有人的情感在裡面 我會對話說 我現在這樣的繡 不像我所學到的 我用我最好的體現 在做這個繡品 我的前輩 所以我的長輩會只能去受這個人的負貧 我會對師傅來的訪問 對真反的理會 慢慢的 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 我一點的一點的不放行 堅持到後來 就是一點一點的堅持 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喜歡他的原因之一 時間推遲轉眼到了 98 年 照我孩子五歲的時候 我的朋友一聽我去幼兒人欺負他 放學了 孩子通常的跟我說 媽媽 我的裙子 白色的裙子跟小朋友弄得連掉 其他小朋友都笑傲地說 我成了一條荒謀 不美了 我安慰的孩子說 沒關係 媽媽說變魔術 當孩子再一直穿著這條裙子 到學校去的時候 說到的是同學們的羨慕 和小朋友的欣賞 孩子非常自豪地 當著全班的小朋友的面 大聲說 這上面的話是我媽媽秀的 你們的媽媽不會 我的媽媽很棒 把電話給我家睡覺的時候 跟孩子聊天 至於聊了什麼我不記得了 然後孩子就摸著我的姐姐 對我說 媽媽 你很棒 花生得很漂亮 你是我心裡的英雄 我非常愛你 長大了 我也要像你一樣去收花 其實當我聽了孩子這個音樂話的時候 想想這麼多點 從開始學試修得那麼艱辛 當我得到第一筆金錢的時候的那種胎辛 那種興奮 一直到後來慢慢的漢秀都沒下去的時候 我的堅持在這一刻 通膩都不重要 全部都放下去 時間不得很快 轉眼到了平方臉 漢秀被國家憑摩家 佈入文化遺產林務裡面的 就是國家級的項目 我也很幸運的 在一二年的時候 被憑摩家漢秀的傳承人物 也在這以後 我組建了我自己的工作室 也是劉漢秀的工作室 然後就進入了大學和伴訪的學院 包括武漢市的第十九中學 還有武漢市的書面小學律才小學 進行採訪和鼓勢的工作 非常幸運 我剛才主持人介紹的 我的一部作品 在憑摩家漢秀的時候 被聯合圖收藏 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傳統的漢秀 傳統的漢秀 我以我自己的理念 也去做了這部作品 因為我多長了 然後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間 很幸運的 去到上海學習 然後做了這一部 心運之中 他現在覺得 我們所在的非常好 有在太空的事情 然後我們這麼多的人說 非一部作為秀 也遇到一些實在在的困難 就是怎麼樣把傳統的手藝 與現在的詞面相結合 怎樣用西洋的幻化技術 和多幻化的傳統故事相結合 所以我們也嘗試著做了這方面的一些設計 我們把傳統的中國故事 四大美人的成員會 地獄修花 做成我們演藝的西洋式的幻化 然後做成大家看到的這部作品 在這個過程中間 也遇到各方面的困難 於是我們和派出的軍務公司合作 開發以西洋的派出 也創新的一些產品 比如說 黃河羅的土耳 還有 胡霸三 這一切一切 我們都改不了 派出的春天來了 因為我們是首一個人 看到了曙光 其實想要這麼多的理由 我們走過的路 因為愛 所以堅持 因為喜歡 所以愛 因為愛 所以與我們堅持 恨秀 我們把一份愛好 做成了一個事業 因為有了這個事業 所以與我們的人生 充實和幸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放不出來 放不出來 就讓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圖片 丟失了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如果大家想欣賞這兩部作品的話 可以去民眾樂園 然後獲得這個 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在民眾樂園的 派出軍工法有法式 謝謝 好 再次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演講 今天我們 泰泰X花樓街 AppMe的演講 就到此結束了 尤其我們各位嘉賓老師 到休息室 我們所有的來賓 就有序 可以參 等一下我們在下面的 接著排案 就可以有一個 好